請吳敏睿 吳委員 時間 兩分鐘 三分鐘 主席你今天基於好意而邀請了很多的貴賓來到我們的財委會 練習旁聽 可是依照立法院的議事規則第61條 各委員會開會時 除出練習及恢復工作人員之外 不得進入旁聽 所以這個是跟我們的議事規則有所抵觸 那意思是說我們財委會以後都是容許這樣的行為 將來別人來當招委也是可以這樣子邀請很多的貴賓來旁聽 是這樣的意思 現在意思是這個規矩我們才會要打開嗎 如果沒有的話那今天這個事情要怎麼處理呢 好 我來說明一下 那因為今天是專題報告 那所以這個議題大概就是一個報告的性質 那本來是邀請都到立法院 因為我們其他的會議室大概現在也大概都客滿 那如果說是專題報告 因為不涉及討論的問題 如果說這個其他委員如果有意見的話 我們再來作為處理 沒有的話我們是大概一般 在會議室裡面也都有現場轉播 如果說這個是比較單純的專題報告 如果說沒有意見的話我們是不是就 這個因為是主席來邀請的啦 那也就是他們只有這個旁聽啦 也沒有涉及這個討論或是發言的問題喔 所以沒有問題我們是不是就開始進行今天的這個專題報告 好 委員可以嗎 好 那應該是可以在其他的會議室啦 很抱歉啦 因為就是都客滿 那也請列席就是我們就是這個 有點旁聽的性質啦 謝謝 就不做發言啦 好 那現在我們請今晚會主委發言 謝謝大家